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请弟兄姐妹一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唱 世纪新圣诗第45首 请来恩典君王 世纪新圣诗第4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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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同圣子 因圣灵感应 由统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狠丢彼拉多手下受烂 被定施架 受死买一帐 降在一间 第三天从十人周复活升天 坐在十人路上帝的右边 将来一从那里降临 神他爱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的公主教会 我信圣灵无相控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圣灵的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带着各样的 心思意念来到这里 但求主你来陪伴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尽全心底来敬拜你 仔细聆听你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 我们也继续为台湾这一片土地 向你祷告 恳求主你来祝福这一片土地 在现今社会各个层面 皆因动荡的时局 慌乱不已 没有定向的时刻 上帝你必是我们最大的保守和安慰 天父我们也要特别将少年团契和青年团契 来向你祷告 团契将要进行会长退休会主席的选举 以及正在进行的暑假各营会同工的招募 求主来保守带领这整个过程 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选 更求主你来为选出的人欣喜 合适的同工 让企友们能够用一颗祷告 乐切的心来与你一起做工 也恳求主来装备每一位青年的灵命 让青年们对真理有一颗渴慕的心 让这信仰成为未来方向最大的依靠和帮助 天父我们也将现在正身处在病痛的人 和在他们身旁陪伴的人 来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天父你来陪伴他们 医治他们 用你的双手来大大的抱着他们 使他们的心中满满地 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温暖 最后我们也将光盛传道 来仰望在你的面前 求天父来借着圣经的话语 和今日的讯息来对我们说话 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请生命纪第六章 以色列啊你要听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啊你要听 这边我们一起 你要尽心尽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丁月丁月娐书文轩姐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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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话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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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藉由圣灵的能力 我们得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 上帝太大了 从我们的有限 我们实在无法看见他 但是透过跟我们一样有限的耶稣基督的肉体 我们终于能够更接近上帝 也更明白从旧约律法中 上帝真实那爱的心意是什么 的确在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 上帝的约与律法 正是指引人认识上帝的重要信息 不过人毕竟太有限了 在无法清楚明白上帝心意的情况下 要不是过度严厉而不知变通 要不是就是任意诠释而轻忽上帝设立律法的原意 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不只是有上帝的律法 透过耶稣我们还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若不借着耶稣 我们还真不知道上帝怎么想怎么看 借由耶稣我们不但重新建立起与上帝的关系 我们也从律法主义释放 却不至于过度放纵 不过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很明确地画出 耶稣成为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中宝 但是另一张图 反倒让我们看似有盼望 却可能离上帝远了一些 我们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见 这是许多人心中期盼 这个期盼本身没有错 但是这个期盼却不是上帝真实的心意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自然可以进到上帝永恒的国度 是属天美好的盼望 但是那是结果 不是目的 让我们一起来想象吧 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 假如这个儿子回到父亲面前说 父亲啊 我回来是不是就可以当个大少爷 享用你的财产啊 那是多么可怕的画面 事实上 我们正如圣经所写的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 只是为了表明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那是一种为了关系真实重建 而有的一种觉悟 既然知道 我们正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 才能来到上帝面前 也才能真实经历与上帝连结的美好 那么从耶稣的教导中 我们又怎么来看这个关系呢 从年初开始 教务团队用一系列的分享 正是从这段耶稣教导的经文 所整理出来的内容 也就是刚刚 我们四位红衣所念的那一段经文 葡萄树与枝子的经文 耶稣在这里开场清楚明白的指数 耶稣是葡萄树 而我们都该是连结于葡萄树的枝子 父上帝是栽培养育的人 接着耶稣提到了这些枝子 必须连结于他 方能结出果子 也才能保持最佳状态 这个部分的经文清楚地指出 连结于葡萄树的枝子 理当结出果子 若是无法结出果子 必被剪除 而能结果子的 也需要接受修剪 对我们的现况看来 就是我们需要 实时地来到耶稣面前 连结于他 并且因为他的话 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清理干净 关于耶稣的修剪 今天我们尚且不谈 但是对于连结于耶稣 必须实时透过耶稣的道 生命被清理 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没有安静的时间连结于耶稣 没有读经祷告来更新自己的生命 我们很容易成为那座 看似长在葡萄树上 却不结果子的枝子 下一段经文就像绕口令一样 耶稣不断地强调 连结于他的重要性 而耶稣提到枝子 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更清楚明白地提醒我们 若我们的生命 不在耶稣所建立的信仰群体里面 我们借由自己 是很难结出果子的 或许有人会说 我愿意连结于基督 但是不一定要来教会吧 现在网络时代 不管是看电视的礼拜 或是透过网络连结 教会的礼拜的网络联播 难道这不算是连结于基督吗 保罗在以佛所书清楚地提到 基督是教会的头 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希伯来书的作者 更是明白地提到了 我们既然因为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 他为我们清洗了一切 他要我们在一起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这些经文再再地提醒我们 连结于基督的具体作为 便是来到教会中与弟兄姐妹 一起追寻上帝的道 一个人是软弱的 唯有连结于基督为头的信仰群体 才有足够的力量面对这个世界 而下一段经文 耶稣提到了祂的话在我们里头 我们所祈求的都必蒙应允 这是明白地提醒 凡我们所做的 必要先建立在祂的话里面 只要我们对耶稣的话清楚明白 我们必能行事顺利 耶稣亚对以色列的教导这样说 耶稣亚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这些经文一再地表明 只有我们不断在上帝话语上面受装备 更认识 更明白 我们才能更明白上帝的心意 并行事有利 圣经不是符咒大权 不是念哪段经文 就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功效 乃是在我们不断地学习 不断认识的过程中 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法则 并且经由这些对上帝的了解 在回应上帝呼召的过程中 祈求行事 并看见上帝的作为 耶稣明白清楚地说 当祂的话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所求的没有不应允的 我想谈到这里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耶稣是跟祂的门徒们 所说的这些话 也就是说 这群人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 耶稣口里的你们 是一群愿意听上帝的话 甚至摆上自己的一群伙伴们 许多人来到教会当中 常常觉得孤单 因为在信仰的道路上 如果只是一个人 你不觉得孤单 不觉得疲累 其实并不容易 许多人蒙受上帝呼召的初期 或许常常是一个人 但是当他愿意投入 一群跟自己有相同信仰 信念 生命方向 甚至热情相同的人 更能够让人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事实上在这段以赛亚书里面 很清楚地在面对的是一群人 在原文里面他用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第三人称复述 一群等候上帝的人 不是一个人 事实上从旧约经文开始 信仰就是一群人的事情 它从来都不会是一个人的事情 若可以真的是在这个地方 勉励各位兄姐 在教会里面 不论是小组团契 总能够一起找到一群愿意 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属灵伙伴 接着耶稣说 要种枝子多结果子 关于这个果子 我们都知道 它的重点不是拉人来信主 而是因为生命长出了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的果子 而让众人将荣耀归于上主 正像以赛亚书记载的 以赛亚书里面 如果你有去看 故事里面有代理的三个朋友 他们不败亡 他们被丢进火坑里面 丢进火炉里面 结果他们毫发无伤 尼布贾尼撒王看到这种情景 大声地说 哎呀 你们的上帝真的是真的 而且你们上帝真的是值得遵从的 尼布贾尼撒王因为这样子特别下令 任何人都不可以半读这个神明 如果半读这个神明就要把这个人猝死 我想这样的果子 众人因为羡慕耶稣门徒的生命 而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 换句话说 耶稣清楚地指出 当我们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 清楚可见的事实 就是众人知道 我们也是他的门徒了 想想看 如何彰显这些圣灵的果子 可不是在我们身旁的人 都深深地受到这圣灵果子的祝福 并愿意更深地透过我们 所彰显那基督的芬芳 而来到上帝面前呢 这样的过程 耶稣以爱作为这个论述的小总结 因为爱 所以遵行上帝的命令 并因为这样的命令 带出真实的祝福来 我们可以想见 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爱摸着 我们会想要尽自己的力量 摆上自己 成为信仰群体里面 不可或缺的帮助 最近有一个重量级的乐团 在高雄举办演唱会 有一群人非常高兴地买 最便宜480元 最贵3880元的门票进场 这还不包括黄牛炮 那个价钱应该更高 一进去做就是四个小时 当这些人走出会场的时候 他们有的是满满的感动 我目前看到许多人的评论 都是激励与赞美的 其实不在其中的人 很难想象几万人进场 你在远远的地方 你看得到那个主唱或乐团吗 如果看不到 只能从大荧幕来看 那么在家里看DVD 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真实热爱这个乐团的人 他一定可以给出一个 令人满意感动的答案 正如我曾经在教会中 看到那脱下西装 认真打扫的弟兄 或者不论身份的高低 热情的准备 爱参的兄姐 更别说 有一群爱族的兄姐 愿意献上最美的歌声 今天下午我们会看到 有这么大一群人 要用音乐来赞美主 或者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每一次做礼拜 尽心招待新来朋友的 这些招待同工 如果没有真实的爱 做这些事情真的不容易 反而很容易发出苦毒来 怎么又是我 又要现世了 你会觉得心里越做越苦 但是如果有了爱 就让人沉浸其中 只怕自己没有力气 没有机会 能够负上一点心力 那样的爱是装不出来的 是打从心里充满喜乐的 就像那群虫演唱会 会场走出来的一样 那种喜乐跟欢喜 无法延长 耶稣陈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 真实的连结于它 我们必会流露出 上帝真实的爱 作为中宝的耶稣 明白地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的有限中 我们只想努力活下去 过好生活 但是透过耶稣 与上帝连结的生命 却发生真正的力量 既喜乐又充满盼望的 不只是活下去 而是精彩又有价值 美好又令人羡慕的 不过当我们讲得 如此美好的时候 一定会有兄姐说 哪有那么美好 这世界的残酷与现实 可不是像一场演唱会 那么简单 或许我们接着来看看 关于中宝耶稣吧 耶稣是怎样在自己的生活中 实况中来遵循上帝的旨意呢 几年前十分流行 WWJD这四个字 What would Jesus do 也就是耶稣会怎么做 也流行将这四个英文字母的 头一个字母 把它做成手环套在手上 不过这四个字代表的 却是真实认识耶稣 并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事情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面对众人对耶稣门徒 不守安息日 破坏洁净的礼仪 狂妄的赦免人的罪 不可思议的让人的身体 得以康复 耶稣得到的是一群疯狂的追寻者 还有在真道上不断挑战他的挑战者 不过耶稣对于自己行为的诠释却是 默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是在告诉你们 就算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许多人试图强化耶稣 面对当世代的特立独行 好像耶稣是一个反权威者 不过耶稣反的 是人们对上帝话语的僵化与曲解 乃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也不是为了树立个人风格 强化自己立场而反对 另外许多人对耶稣的行动 是充满想象 却不一定符合实况的 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 在井边谈话完之后 耶稣的门徒拿东西来给他吃 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 31节到34节 门徒对耶稣说 来 吃吧 我们有东西了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这时就开始议论了 哎呀 耶稣吃什么 谁拿东西给他吃 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那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门徒们不知道 耶稣对于福音行动所带来的满足 胜过对食物的需要感 门徒看到耶稣这样 其实心里满是疑惑 却那就是耶稣真实的实况 那是因为门徒对耶稣的认识 常常停留在对耶稣的想象 更不用说停留在那个期待 耶稣成为他们民族复兴者这样的认识 如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正确地来认识耶稣 我们必然会以自我想象来建立一个耶稣的样貌 却是离耶稣所带来上帝的道越来越远 最后我们看见耶稣为自己的工作 摆上的是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却无法如此 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救主 没能看到上帝呢 因为当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摆上的自己 是完全的救赎 我们以为这样就够了 却没有看见耶稣带来的是 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重新建立 这不是结束 这是一切的开始 耶稣用祂的生命做了代价 让我们重新真实连结于上帝 这对我们的提醒常常是这样一句话 得着生命的将失上生命 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WWJD一点都不容易 却为我们生命带来新的可能性 也让我们因为将生命的准则 建立在耶稣基督 看见创造主对我们真实的带领 若要为今天的分享做一个总结 我想真实地建立生命在基督的人 是有基督的心的人 这样的人正像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样的人无法掩长 总共让人家看见 大家看见的不是这个人 乃是透过这个人看见基督的美好 上帝的伟大 这样的人总能带来盼望 带来平安 凡是生命忧愁 凡们失去希望的 总能因为靠近这样的人 享受上帝真实的安慰 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乃是因为这个人所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让人充满力量得着安慰 这样的人 他不心怀恶念 不担忧前面的道路 困难重重 因为深信 我们将能够学向基督 纵使看来像是死亡 终将能够看见上帝复活的大能 那个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大能者 必不至于轻看 跟随他的人手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想最后以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个软弱的人 能力有限 眼界有限 在小的时候更是一个问题儿童 直到有一天 我的生命困境中 发现了上帝话语的美好 我整个人就像活了起来一样 我喜欢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刻 我喜欢读圣经当中 看见里面的人们那些软弱的起起伏伏 因为那些跟我的生命处境好像 我开始要求自己认真的做礼拜 那是在我国山的时候的事情 虽然我常常坐不住 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坐着 一直到报告的时候才跑出去晃来晃去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要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上帝信仰群体里面 接着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 开始学习并更深认识上帝的话 我还记得 当我学习许多课程 我的眼界被打开的时候 我心里充满了那个欢喜 然后我学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陪伴 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后来担任少年团系的辅导 其他的服饰 是一个接着一个 只因为我深深感动于 有份于上帝的事工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 非常欢喜的一种快乐 每个礼拜 礼拜六日的服饰 每一次都重新带给我一个 面对一周生命的更新与充电 那个时候 我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长期稳定的陪伴 可以时时分享信仰的属灵同伴 感谢主在婚姻中我得到了这样的伙伴 我不完美 但是我知道 当我愿意连接于葡萄树上 纵使圣灵的果子还没有长得完全 但是绝对不会不长果子 接着只要上帝愿意修剪我 我就能越长越好 没有耶稣基督 我们无法认识上帝 不过单单透过听了许多的道理 我们依然无法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 耶稣基督正像是我们看向远方的望远镜 需要我们拿起来对准焦距 用心执事 如此我们不但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中宝 看见上帝丰富恩典的保守与带领 我们更能因为将生命连接于葡萄树上 而成为拥有基督的心的人 一个生命发出香味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让我们不陷入神学讨论的混淆 让我们真实地将生命建立在基督 耶稣所建立的桥梁 真实地来认识你 也愿意我们的生命 因为透过耶稣基督 而能够散发出真实的香味 带祝福进入这个世界 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接着我们以当以耶稣基督的心意 来回应祂 我们一起起立 阿们 阿弥陀佛 当时常知恶无敌 我无其身殿下 当时为了知恶一本 无常人为神明 天上人间为父母祈祷 我依罪心爱慕 世人佳山耶稣为主 送他全被江湖 荣耀千里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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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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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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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是基督徒 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 将经历他丰盛的赏赐 接下来我们来报告 首先第一点 教会70周年的相关活动 持续在进行 特别是在今天本主日 下午两点地点 就是三楼的礼拜堂 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 我们将会结合教会 各圣乐服饰肢体 与出身和平的杰出音乐家 共同举办感恩音乐会 来回应神伟大的恩典与作为 敬请大家能够空下这个 多有时间的话 请空下时间然后来参与 然后在 现在呢 从上礼拜开始呢 在我们教会的V2 然后就会有 画我教会儿童画展 那是我们教会的 儿童主日学的儿童 然后所会画的 那也请大家拨空前往参观 第二点 本会第565次小会议 通过聘请陈光盛传道师 担任本会教育牧师 警定于6月4号礼拜天 下午3点 举行陈光盛传道师 封牧季就任教育牧师 受职感恩礼拜 邀请会友踊跃参加 第三点 教会将在4月16号 和4月23号 10点举行联合礼拜 4月16号是 复活节清唱剧联合礼拜 时间是上午的10点 然后在复活节主日 师班将先上 What's love is this 清唱剧 欢庆救主基督复活 请大家踊跃参加 另外4月23号 复活节圣礼点联合礼拜 时间一样是上午的10点 欢庆救主基督复活 兄姐受洗归入主民 统领圣餐纪念主恩 第四点 预备在4月23号 上午10点 第五点 以色拉查经班 4月9号礼拜天 上午8点45分 地点在我们六楼的 林山教室 然后将会举行 那讲员是高正级长老 欢迎英法族汉退休兄姐参加 那其他报告事项 请各位兄姐过目 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 我手边有两位 第一位是李丽金姐妹 好 来 请起立 欢迎你 好 第二位是林章基弟兄 欢迎你 那 除了这两位 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或是许久没有来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好 那我们就互相请安 问候 接下来 慧众请请立 宋战 宋战之后我们请陈光盛传道师为我们祝福祷告 祝福祷告 祝福祷告 信光盛传道 slippage的传道 尽力上の祈福祷告 让祂决闻 如意永生生主 愿者不爱荣耻 心在尽在永在 却愁忘不永恒 请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亲爱阿爸天父的保守 主耶稣的恩典 与圣灵的大能大力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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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请坐 末岛散会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前面 让我们来为你带到 阿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